一架钥匙战斗机的售价大约为3300万美元 但是在1996年如果你通过百事去购买的话 却只要70万美元 这是原价的五十分之一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至少广告里面是这么说的 1996年为了跟老对手可口可乐竞争百事可乐 推出了一项忠诚度计划 只要你购买了他们家的糖水 就能够获得一定的积分 而积分攒多了就能拿去换礼物 积分兑换嘛 大家都懂的 没有啥值得惊喜的呢 无外乎就是一些廉价的小商品而已 百事也懂啊 那咱就玩个大的刺激刺激你了 于是这条著名的广告就上线了 广告中的少年从T恤夹克太阳镜 居然就一路能够换到一架崭新的钥匙战斗机 只要700万个积分 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的700万个积分 它意味着你必须要买1680万听百事可乐之后 才能够换得到 所以显然这就是百事开的一个玩笑 来吸引一下大家的眼穷而已了 不过他炒帅了 还是有那些较真儿的人 21岁的商科学生约翰伦纳德看到广告后 拿起了笔算了一笔账 发现他可能遇到了一个天上掉馅饼的绝佳机会了 因为百事可乐的积分啊 不光能通过消费他们家的产品来获得 还可以直接购买 在兑换礼物时呢 你只需要拿出15个积分就可以了 至于剩下的部分嘛 官方的规定是0.1美元换一分 那么700万积分的钥匙 花多少钱能够换得到呢 70万 差不多就是空手套白狼了 这种机会怎能错过呢 于是约翰说服了5个人拿出钱来给他投资 接着就把一张70万的支票寄给了百事 伸出手来问后者 好了 现在该轮到你给我飞机了 百事傻眼了 他哪有什么飞机 要是早几年啊 凑合凑合还能给你整几艘军舰呢 于是只好耍赖 变成正常人都知道 那就是个玩笑而已嘛 官司呢 打了三年 最后法官还是站在了百事这边 虽然约翰没能够要到他的钥匙 但至少把百事吓得 赶紧把广告上的700万换钥匙 改成了7个1 这商学院真是没有百读啊